好 欢迎回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我们最后一局的较量 马上要打响了双方的第三局 今天的比赛确实是打到 马上进入决赛了嘛 所以BO3都打满了 昨天是一天的一水的 一手的2比0 6月2号那天我就有过来的时候 四个2比0结束了 但今天的比赛其实都打得比较焦凑 大家都已经使出了浑身解数 那当然IG跟BLG的最后一局 大家应该也都非常的期待 因为双方其实各下一层的时候 都打得相当的出色 没错 对于BLG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第三局 一定要在BP上有所思路了 如何去针对IG的这种 喜欢打三合的一个体系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们从第二局 你这BP就能看出来 其实左翼加伊瑞瑞尔 并不是一个无解的套路 所以说对BLG来讲的话 我觉得就要可能在第三局 要赶紧转变一下自己的策略 反观对IG来讲的话 自己上一局的思路确实很完美 比第一局要好很多 选择了让凝王拿一个 前期能做事情的打野之后 确实IG在早期也是有很大的优势 就碰撞更有底气一些 而下路这边又是德拉文 加上就塔姆的一个组合 也防止你对方打野过来 想对我动手 因此其实三线的发育来说 虽然船长前期被干给了两波 但他依然戴个头衔摸着摸着 自己突然已经三线套了 没错 所以来到两边的决胜局 那这局比赛 谁赢的话 谁就可以去跟RNG 决出最后的得杯的冠军 没错 那也是相当的关键 对于教练组合场上的选手来说 背水一战 是的 开始了 标记在蓝色方IG 是在红色方的BP 前两手是扳掉了青钢影和洛 IG反手是扳掉了卡莎跟莫甘娜 最后的选择 那依然倒霉还在 是的 而且伊兹瑞尔也还在场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给金角拿伊兹瑞尔 因为你其实发现这两局比赛下来 金角的伊兹瑞尔 他打的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只是说可能阵容上确实有点小练势 导致了他没法打优势 这真的是给了这个套很大的一个尊重 上一场的德莱文是直接扳掉了 那这样的话 IG如果说不扳伊兹瑞尔的话 可能就对B2G来讲还有可能一抢 不过对于IG来讲 还有一个选择就是刀妹 对吧 刀妹也在场 如果你要选择一楼拿AD的情况下 那我交换到的一定是刀妹 跟一个不错的打野 是的 这里是选择扳掉了Chieftain的一个蝎子 那现在B2G的1抢 看要不要抢伊兹瑞尔 因为伊兹瑞尔刀妹都在场上 这里还是刀妹 转变了思路 要先拿刀妹 我觉得刀妹这个英雄 在场上面现在确实是宠儿 而且小东北的刀妹 确实玩得也很不错 关键是你拿他没办法 在他有几个人头之后 他还能爆炸carry 这个英雄有必要去锁 是的 本身IG的话就锁出了自己一个伊兹瑞尔 加上吸血鬼 这种吸血鬼的话 虽然有摇摆性 但大概率也是会锁定一个团队的基调 就前期没有太好装备的时候 我是可以随意的B站的 没错 就是阵型相当的灵活 这两手的选择的话 已经注定了IG这一局是 可能要打一个慢节奏了 可能稍微需要发育一下的一个阵型的 标局2楼的话这边继续去亮雷克赛 雷克赛也是锁下来了 换汤不换药的一个阵型 跟上一局不一样的是 这局他们的中路是刀妹 而且上路锁了炼金的情况下 Chifton这局确实也能做很多的事情了 因为他们的上中这两个位置 都可以给到雷克赛很大的发挥空间 不过宁王这里的话反是锁了奥拉夫 标局这个阵型拿的 有点像他们打EDG的第一场 应该是第一场 就是炼金跟刀妹在同一方 没错 当时他们应该也是在篮 就已经把这个思路其实奠定的相当的清楚 就上中野 IG第二轮开始搬AD了 先搬了大腿 防止你去拿一个大嘴 加上塔姆的体系 守护下午双方组的一个发挥 那标局这边先左Bobby 是的 先把Bobby给按掉之后 女警也被搬 现在AD的选择其实相当来说比较少了 因为洛被搬了之后 洛根侠组是不存在的 是 还是说硬着头皮选手 侠来保证 面对吸血鬼的时候 不会太被动 而且确实像维鲁斯这样的英雄 在面对对方是奥拉夫加 吸血鬼输出环境太差了 没错 所以说标记这局选AD 一定要选一个有自保能力的AD 是最好的 办到了船长 不想再给IG拿到这种三合体系 看IG的私选应该是所辅助的 把自己的康代位 留给自家的一个中或者上 四楼还在考虑当中 辅助的一个选择的话 其实很多 想选保护英雄的话 他们在场 想选进攻的话也有很多 凯南 其实刚才就提 雷之忍者吗 其实刚就有提 像炼金打凯南 真的是很难打很难打 而且同样是一个上路跟你游到就是 中期我带线你拿我没办法的英雄 是的 西维尔 看到了锁了凯南之后 其实西维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轻线的曲线来说会稍微比小炮来的更早一些 或者小炮其实也可以 小炮其实也可以 如果没记得的话 其实在之前也有看到 就是小炮在团战中 给也能给到凯南很大压力 但是锁了西维尔有一手加速 其实也是提升整个阵型的一个机动性 是的 最后的一手辅助位 看一下 如果这边要拿什么 现在的情况下老牛 老牛还算不错 但是西维尔加老牛的话 可能前期对线来讲压力会比较大 因为他这两个英雄都属于一级 对拼能力有点弱的 锁了 如果说埃及这里 我有锁一个 反正锁一手卡尔玛的话 卡尔玛其实很舒服 对 前期线上的破口能力很强 布隆也不是不可以 都是一级能做事情的英雄 卡尔玛或者布隆两个都可以选 所以卡尔玛的话就是 跟你打涡轮体系了 你有西维尔加速 我有卡尔玛加速 而且布隆在刚才这场里面的表现 也有一点就是 刀妹一旦进场 有第一时间能够配合自己加C位 先去留住你的能力 换了一手宝石 最后换了一手宝石 纠集团战阵型 看到没有 爱去这几手 真正抱起团来打架不要太强 没错 爱去知道这种就是抱团打架 大招流的能力确实很强 而BLG这边的话 就他有一手选择就是 我可以不跟你打完 没错 我西维尔利用我自己强行 推线的一个能力 包括上路是个炼金 我可以尽量保证住 自己线上的一个发育 这一局 这一局其实对BLG来讲 他们有种打法思路是什么 就仿照上一局的IG一样 他们这局也可以打分带体系 因为刀妹 我们就不用谈了 这个英雄单线上单带 应该是没什么英雄能拦住他的 炼金的话 又是属于一个带线能力 非常强的一个英雄 基本上你抓炼金 也是很难抓的 那西维尔本身有带有盾的情况下 也很难被抓 IG这个体系就真的太油了 就又鼓了一手宝石 阵容锁定下来 双方的决胜局 也是今天最后一场 BO3的最后一场 所以说这一场比赛的话 对BLG来说 一定要稳住 三条线上的一个局势 不能劣势 因为他们的英雄 都是需要大量发育的 而且中期的话 有一定打架能力 但前期一定不能劣 那反观IG的话 选了一个上路式 康特关系的 而且打野奥拉夫的话 早期入侵雷克赛的野区 也应该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作战能力是很强的 而且中路这边的话 也是一个 因为选到了一个吸血鬼 跟之前打刀妹的思路一样 就你中野到六那一波 你可能抓不死我 尽量维守自己的一个发育 而架落这边的话 就是各凭等式了 因为我们发现 就往往会在 很多比赛里面看到对方 可能会选到一个像洛根侠 比较强势组合 但他占不到太大的一个优势 这也会跟他们线上 究竟比如小明星戏戴不戴 以及打野开野的路线有关 这局的话 IG看看他们会不会采取 一级入侵的思路 因为凯南加奥拉夫 面对雷克赛加炼金的情况下 是没有任何压力的 所以说如果一级找到了 切封登的一个开野思路的话 就会有很大的一个领先 好 比赛开始 这一局的召唤师峡谷 Big Gaming在蓝色方对着红色方的IG呢 双方的阵容上面来说 除了凯南这个点以外 其他的位置应该没有出现特别大 让我们感觉上比较意外的 是的 凯南的话 在之前的8.9版本是有一个极大的增强 是增强了他E技能的后续有一个攻速效果 那又使得AD凯南的效果非常非常的出色 这下路双组什么情况 来 先亮一下牌子 就这么 因为只有我们 暗送秋波起来了吗 两边下路都是选择第一时间 应该是要直接上线的思路 一级的话还是没有做太多的一个动作 没错 因为宝石他毕竟这个控制并不是那么的稳定 那开野路线来说雷克赛单看下 而这一局的奥拉夫也是选择在拦开 雷克一局的话是留点直接点E技能上去打了一套 看一下奥拉夫这一局拦开是想做什么事情 AJ这里还在等凯南A小兵 就你凯南一旦把小兵一A的话 冰线就会推过去 但是雷克的思路也很老道 他就一直不推就补最后一下 就让你上线难受 而下路这边的话也是推得比较激进的 是的直接上线就开推 因为刚才就有提到过 西维尔加老牛这个组合前期 确实他们的能力还是太过于一般了 对不过稍微的好消息可能就是 对方辅助并不是一个卡尔玛 如果是个卡尔玛的话 可能会就直接压进塔下了 这局标记的三线上是有一定的小兽的压力的 就要看他们能否顶得住 如果说真的顶住了 撑到了他们中期打孙带的思路的话 那标记的阵容 其实会有一定的小兽式的 比锦南前期就非常准的是命中了 Rookie 是的直接上来打一套 而且这局对于小球上来讲的话 需要在早期尽早的时候去找凯南的麻烦 一旦说你早期没有去给到凯南很大的威胁的情况下 等到凯南到6 那上路这个凯南就可以为所欲为了 这还是一个强攻凯南 看一下第二段的这个E 逼出了一个雪池 但其实Rookie的状态还不错 雷克塞在后面被一颗眼睛插出来了 是的 Rookie意识真的好 意识还是很不错的 对 Chifton再往上走 因为凯南这个边线位置是很深的 但是宁也在旁边 不知道Chifton有没有警惕到 应该D听到了 知道您也在 一个D听炮 是发现了奥拉夫的位置 那双方打也都在上的话 一只下路又找到了一波比较安稳的去压线的机会 是的 Duke的话 他这个天赋待罚 应该就是要走一个AD凯南的思路了 就是破败羊刀加飓风的那一套 打成盾AOE的思路 就带着强攻中会发现他在线上 能把这个炼金的血量一直压得很低 这个赛 转身过来刷篮 双方打也在前期 都没有太多进攻的一个意图 是的 下路老牛挺一下 但是伊德鲁怎么E上来了 那这样的话 杰克拉夫直接被打运之后 被定住 金角直接两发轮子 三发轮子拿到了E血 哇 杰克拉夫这个操作有点失误 金角拿到了E血之后非常舒服 因为本身对比奥基来讲 他们下路对线很难受 但是给到了西威尔拿到E血之后 那局势就不一样了 对比奥基来讲非常乐意看到这样的局面 再看一波 而且老牛八号卡在两段炫光中间 没有被定住 是的 我这一波的话 什么情况 这个人头爆发的蛮突然 这个E血来的也比较早 对金角来讲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前期的话确实对线压力 还算是比较大 但这个E血给到西威尔拿下之后 那下路的一个对线思路 就完全不一样了 而且相当的舒服 最主要是这一波的话 蓝色方只交了一个召唤师技能 逼掉了红色方三个召唤师技能 也就没闪没踢 那你下一波要是雪狼再被我打敌 老牛只要二连 只要先手到 你可能就要回家了 而且切普腾现在就有目标了 就现在这个雷克赛 就往中下去赶就好了 因为知道你伊瑟瑞尔没闪的情况下 就很容易去形成一个击杀 走路这边 RUFI对线是占据了一点小优 舞刀上面有点小优势了 这也是因为吸血鬼 在这时的天赋是选择在电型 所以说在等级不高 装备不好的情况下 吸血鬼的消耗能力 还是要略微领先一点的 先交血持续规避这个E 拒扣之物也是挡掉了一定的伤害 对 或许不让你给我Q的机会 那现在这一波过来 是看到了对方的一个合照蟹的 张伯果是也就发现了奥拉夫的位置 这一局凝王的话 早期的思路就是 埋头鼓刷等六级 而不要就下路已经反手为攻了 现在开始游戏里主导这个献权 没错 中路两边又是对拼起来 当位是不断利用力刃冲击 击杀单位能回血这样一个特性 再跟吸血鬼进行对拼 但前期的话也很难造成什么人头 所谓打野有办法过来 方位这一波是往上路靠了一下 是的 现在下路来讲 西威尔由于有衣血的优势 所以说直接拿出了自己的暴风大剑 那暴风大剑一旦拿到之后 他的推就线上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 不过这一局对标记来讲有点难受的就是 AJ这个点是被对手有一个 counter pick 就选到了凯南这样的英雄进行 counter的情况下 对线确实打得很难受 没什么办法 就出气不意地掏了一手 并不是他所想象的一样一个肉坦型的上单 是的 两边来看的话 依旧是进行一个平稳发育 BLG的下路也是稳住了 有衣血的一个情况 中路再次比一双刀逼出了血池 切粉又在侧翼想要进行一个击杀 但是吸血鬼是有闪的 有闪 而且雷克在这边并没有上溜 方位这边想了一下也是先后撤了 现在下路的话 西威尔就可以很肆意妄为地来进行推并线了 对 但EJ也稳住了自己的虎刀 闪现这边还有四分之一的一个时间就要赚好了 这段时间稳得还是不错了 是的 而且现在对标记来讲 有一个比较好的优势是什么 就是 在老牛跟西威尔安全度过六级的情况下 如果对手 就终于也不一起动的话 那下路的其实不会有太多的危险 一套先顶起来 打一套 刀妹就在旁边 奥拉夫开出自己的猪神黄昏 第一套也是被阻掉 只要闪 但是一个大招飞扑过来拿到了人头 这里的话 Rookie一个一闪大招一套伤害 也是反换掉了对手的雷克赛 这套伤害还是很关键的 是的 两边打的都是非常漂亮 有一个异技能 但是刚好是一个有血池 带着双Buff的Rookie 现在线上消耗能力是很强的 是的 下路又上来消耗一套 牛头的位置其实已经被侦测到 后来做完事业 之后回到线上没有机会去掀手 这局IG的阵容 其实还是有点像三合体系的 只可能说没有 就凯南没有传掌那么稳定的一个远程之渊大招的能力 两位中路又是在进行重复着相似的换血 但这一波的话有点伤 刀妹直接被打残了 要也是刻光 上路凯南为了形成自己的压制 是选择第一件出了攻速血 以及攻速短剑 毕竟符文的代法 使得他要想更多打出长弓的伤害 还是需要这个攻速的 是的 这个版本的AD凯南确实会给到 对线的这种近战英雄很大压力 因为对AJ来讲 他这局的装备不好出 因为你要出魔抗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Duke是一个走AD流的 对 他在这开起来缺乏AP的一个爆发 是的 要反一个蓝 凯南也是直接赶过来 那练筋是没法帮助的 所以说这个蓝buff也只能放了 对 而且刀妹没蓝的情况下 还要选择了一波回家 所以上半野区 这个时间点很难去守 只能趁机先把兵线带出来 不然会被一直压在塔下 现在的话 标记如果想扭转上路劣势 这样的一个尴尬局面 他必须要下路 就要优先的来推现强行的尝试 能否把伊兹瑞尔的医学塔给拿下来 如果说能推下来 顺利推下来之后 可以进行一个换线 那这样的话 对AJ来讲就非常舒服了 也是遭遇战 AJ这个位置交出最的闪现 点爆炸果实应该要走了 这位置要反打 直接看有没有一个杯 是留着一个杯 但是感觉有点难跟 又被动 跟过去了 那这样走不了了 人头是给到Chifton 这一波的话 BLG的支援速度还是很快的 其实奥拉夫也在上半区 纠结了很长时间 是的 就蓝把我这边拿完之后 他应该还是去打了一只蛤蟆 然后一直就游离在河道处 没有走 这一波BLG的换线做的是很聪明 他并没有说 像我刚刚提到 就是把下路一塔推了再换 而且下路是一条蜂龙 对 他是直接进行换线了 那这样的话 凯南现在没办法 跟炼金进行对线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凯南的优势也不会体现得太多 推的速度其实还可以 不过IJ这边想要过来追击一下 想强行来手 这一波 但是黄卡的血量已经很低了 但是这一波的话也是强行换线 让AJ去下 那这样的话 AJ有大概三到五分钟的一个 喘息的时间 能够帮助自己尽可能补出装备 蓝色方向更多的控制地图的一个资源 是的 下路前后你开始打了 双人线一直在上 因为知道 EJ加上宝石也很难 就是开到西威尔 打一套 打一套 也没太多想法 过来找一下技嘉打野 奥拉夫就在旁边 但是无奈很难做什么事情 是的 这局对AJ来讲的话 他们的这个阵容有一个小问题 就是开团的手段有点单一 而且还不像奥恩在上路能够这么的粗暴 是的 只要在正面的话我就 反正不管怎么说 我先把扬罩出来 所以这一局正面如果要打团的话 Duke的这个凯南是一定要出现在正面战场 而且他的踢机使用我觉得要相当的关键 没错 他需要找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去绕后 一旦没有Duke凯南的控制的话 其实IG想追人还是很难的 因为BLG他们有一会儿炼金肯定是要做数压款场取的 再配合着西域尔大招的加速 是很容易摆脱IG的追击的 所以说IG现在需要考虑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们这个阵容确实控制能力来讲 稍微的乏力了一点 但IG的好凶在于如果团战一旦是开起来 先看一下这一波 中路要打到奥拉夫就在身后 不过雷克赛也在一个比赛是有助身黄昏 一个一级能直接杀死 但是IG感觉自己有点难走啊 被一套一个大招秒掉了 这波强行一换一 这波奥拉夫只能选择进去强换 对对对对 因为他这一波也很难走 雷克赛过来帮忙 两边的打野确实在这整个BO3的表现都很不错 就嗅觉超级灵敏 非常非常敏锐 大家都知道就 大家都彼此都心知肚明 我觉得这个应该还是跟线上的队员 进行了充分的一个沟通 对对 不会去拼点 然后说我觉得这一波我可能会打 然后对方打也可能在 这一局AJ的出装思路是 应该要先走一个耗灵之旗 下路雷克赛想配合队友 但是很难杀 这凯南实在太灵活了 老牛再往过赶 这波想形成一个三包一 但是奥拉夫也在下半野区 这个位置看一下 Duke要被顶回来了 直接顶回来自己开出大招 闪现拉开 但老牛开出大招 一个Q闪配合队友 要先秒Duke Duke直接死亡 那奥拉夫在侧翼的话 也没办法支援了 因为没有控制 这一波抓凯南的机会 找的还是很不错的 三人去推塔 这一波的话 是让IG下入双刃子 找到了一波机会 是的 也知道牛头不在正面 但是 现在IG反而就会比较被动了 因为IG现在属于一个 什么样情况就是 他们伤害真的非常高 但就是开团的手段有点少 而且在外塔的运营上面来说 这个标志我们也得到了 这个阵型是可以 让各条线去换线编带的 没错 但凯南他的支援性 包括他有装备之后 体现不出来 是个很大的问题 是的 这一局凯南的出装思路 他是想要做一个过渡 反取之功 再加一个腹肌抖和 还是略显保守 不过练金这边也先选择 做了一个团队装 把自己带线的号令制 先做出来 就这局如果再慢慢 这样发展下去的话 我们开局有提到的一个点 就是BLG他们这个阵容的 单带能力是比较强的 尤其是炼金这个英雄 就是你 我们经常会看到 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前期 不管这个炼金 有多大的劣势 他中期就是可以 疯狂地去带线 然后让你觉得很难受 而且他可以其实 要灵活去把这个 其实放在中 让些鬼去面对这个压力 或者说 配合自己想要去推的那条线 所以说现在对埃及来讲的话 就比较依赖说能有一个好的地铺资源 走路又要打区 又要套上阿拉夫开出大招 宝石也晕到 一套是秒掉了刀妹 那这一波吧 刀妹一秒的话 中路这个一塔是有机会消耗掉的 甚至有机会拔掉 因为伊兹瑞尔也赶过来了 对 双方应该选择换塔了 BLG下路应该是不回来 我觉得对埃及来讲 如果这局他们不想给到BLG这种单带压 就单带的思路的话 他们必须要尽可能的早 提早去控制地图资源 尤其是中塔 我觉得中塔出完之后 附近的一个视野一排 才会有机会给到凯南和接轨 尽量去找机会 也是在带上这个二塔的话 BLG的策略是选择放掉 因为没法打 凯南这边是先做的 就是默认 是的 上路的话召唤出了俠虎先锋 要去顶一下二塔 红四方好像 先锋 没有人过来吗 那这样的话感觉 散了活步 一头 这样如果有横扫的话 能打掉很多的血量 怎么也开演了 这个版本开演对俠虎先锋 对俠虎来说 很痛 对 好像百分之四十 龙龙这边也先锋开始动 因为这条龙的属性只要一般 所以双方其实 在前期都没有更多的爆发什么龙传 是 其实这一局对IJ来讲 他们比较期待的是 下一条小龙会刷火龙或者土龙 这样的属性 因为还是回归到一个点 就是他们在开团能力不足的情况下 就必须要用地图资源来逼BLG来接团 那防御标记的话 就要如果想要去打这种远古资源的话 就一定要提前做好视野 防止对手的一波突然的一个袭击 现在就AD的刷刀数其实是相差无几的 而中路这边血鬼有两颗人头的一个进杖 现在装备确实起得非常不错 刀妹这边等他的三项出手 因为现在刚好实现 一直卡在比较早的一个位置 后来大招先开 找到直接跟大宝石也开大招 这个大招开的还算比较及时 是的 上路凯南也是招出自己一个TP过来 这波形成一个五为五的一个团战 但链金也是赶快闪现背 背吸血鬼 吸血鬼直接被秒 而且凯南大招也是被规避掉 那这样的话一波进场BLG的炼金 还在做一个牵扯 刀妹已经开始收割了 宝石被迫开除自己的秒表 也是只能死亡 这波BLG抓机会抓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 而且在野区突然间先手的一波 已经是把宝石关键的一个大招给交了 而且刚才 凯南进场应该是被牛头直接给顶掉 对 刚才必须要表扬的就是BLG的 他们的辅助以及上单的炼金 就是团队他们里面一开团 对方最重要的几个进场 其实都已经被规避掉了 是的 包括上代AG的几波背人 也都留到了关键的位置 首先是链金很果断利用着自己的被动 在友方以及敌方身边 会形成一个巨额加速的情况下 闪现背 再看一下这波 其实宝链这波大招已经交得很及时了 规避到很多伤害 但是后续的话 这个进场确实BLG处理得更加出色 先看第一个点 将雪池和吸血鬼被闪现一个背 背回来 其次凯南想开大 老牛一个顶 顶开 这两个细节是BLG 这波团能打赢的一个至关重要的一个点 而且练琴还有作战能力 再回头背过一个 凯南这辈子一身倒地 反观对IG来讲的话 阵容的一个缺控的一个弊端 现在已经体现出来 因为你刚刚看到 宝石是被先手的 所以说他只能第一时间交掉自己的炫光 但他炫光一交掉凯南第一时间 又不在正面战场的情况下 吸血鬼虽然那个位置很不错 但是他打不了伤害 没办法去威胁到对手 最后排的保护能力来说的话 其实这个牛头 这一波做的是相当到位的 是的 凯南的进场直接被化解了 而且这一波是把TD都交掉 那炼金有T的情况下 可以在下落疯狂地去带兵 而且这一局的话 凯南的这个出装思路 其实平常跟我们平常看到路人的那种凯南的思路不太一样 就他还是有点想要往肉转的 而且现在这个位置感觉又要被抓了西维尔加老牛 两个人虎视眈眈的走了过来 好像有点难走了 凯南有点难走 要看一下这波队会怎么处理老牛二连 西维尔也是开出大招 反身的话那走不了了 伤害也很高 是的 凯南做支揮默认 对西维尔现在已经两件套 伤害是扛不住的 并且还有个号令之旗 加强的一个炮车兵 确实BLG他们在这段时间的处理是更加出色的 反过IG的话 由于受到阵容的一个限制影响 导致他们现在就还是老生条男的话题 伤害很高 但是你没法去惯到对手 而且EC其实他还需要再称行他自己的装备 又回归到刚刚说的一个点 就是打团的情况下 你看到这局AJ出装思路也很明确 他第一件扛压出号令之旗 第二件直接出出压狂想曲 凯南这边是直接做了一个小血手 是的 他是要走一个大冰锤 但是这个出装思路已经是一个很远古的一套思路了 就相当的保守 而且脱离对线期之后 可能他的优势已经体现不出来了 是的 反而是正面队友平平的可能会需要他进场 那现在BLG有着充足的机动能力的情况下 他们就可以选择什么时候去打团 什么时候做撤退 都可以游刃有余的去选择 这也是因为IG这套阵容 他没有太好的控制流人能力 所导致的一个局面 很尴尬 而且没有办法避免 对 而且BLG带线性太强了 就是因为装备一起来 包括现在这个链金 瞬间带一波兵过去之后 就能够先去撤一下 然后让IG也找不到机会去抓人 大龙区视野不开 现在BLG的话也是没有太着急 还在不停地做着视野 因为他们的阵容确实一旦有了他们的编带节奏之后 对IG来讲就很难受了 等标局现在也想求一些提速 在七月鬼跟EZ装备到达大后期爆发的之前 把更多的金球师握在手里 一分钟之后 这条火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对于IG来讲 如果这局想要找机会来 这条火龙一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资源 如果说想要摆脱这种很僵持的一个局面的情况下 刀妹先在上路把这波兵线给带掉 炼金跟希尾尔这边都是有TP的 而凝王的位置上去好像想抓下这个刀妹 但是 舒适亚可能去配合一套技能 而且走位扭掉了刀妹大招 刀妹比翼双刀被雪池躲掉 反正巨破之乎挡掉了接轨 成多的伤害的 同时一闪火箭腰带 秒掉了小东北一个刀妹 不过下路已经在推高地塔了 这一波对IG来讲很难守 不要记得思路 处理的还是很好的 希尾尔身上还有大 所以说可以随时撤退 炼金的话已经再用自己一个毒 来干扰对手了 希尾尔还留着一个大招 水晶是守住了 但这一波的话能够直接赶往火龙区 这一波火龙的话对IG来讲 肯定是不想放的 因为在刀妹已经阵亡的情况下 15秒的时间是完全足以 让IG有机会去打赢这波团的 主要是这一波奥拉夫有大招 可能想尝试一下 但是打的速度太快了 那这样的话 标记打完龙之后 直接选择撤退 非常的果断 结果我觉得 凌王的他的思路 应该就是 宝石有大 奥拉夫有大 过来尝试一下 这里舒威亚狂想曲一开 目标是宝石 宝石交出自己的闪现 很极限走掉了 现在来讲的话 对于IG来讲 确实控制不足这个B端 就慢慢提升出来了 反而BLG他们就打法就很舒服 可以利用着舒威亚狂想曲 或者希尾尔的大招加速 不停地去逼迫IG 交出相应的一个召唤师技能 而且单代的情况下 确实一个刀妹一个链金 给到IG很大压力 是吧 这标记选择非常的多 我去控地图视野也好 就我去带线也好 就你正面很难去留到我 或者是开我的人 但我一直可以利用我的TP 做一些牵制 是的 而且这局 对标记来讲 他们也不需要着急 毕竟他们的就尾三合吧 就链金也算上 可以算成一个核心 他们这三个核心的发育 往中后期拖也不是会虚 也不太会虚的 这边 要抢一个蓝 可能一探蜂蜜先放下来 让你 但是这个杯 他是AJ用杯 然后把蓝Buff背到自己的身后 用肉体挡住了EZRA的一发Q 很惊险 没办法 下路线被AJ控的太死了 没错 现在还有个蓝 反正测完线我就走 西娃尔的话 已经来了三阵套 在这个时间段的话 应该是迎来BLG 最强势的一段时间了 是的 现在这个时间段 就可以主动选择去球团 这个位置练剑已经在绕后了 看一下目标是谁 是宝石 背了回来 宝石第一时间开出大招 还是成功的避免了一定的伤害 不过第二时间的话 EZRA 刀妹的绕后进场 怎么说 是的 刀妹直接单切到EZRA 同时侧翼TP下来的凯南也伤害不足 直接被秒 那现在来讲的话 死掉了尚 以及AD的情况下 BLG非常的有主动权 可以选择大龙直接去逼狂了 而且关键招务是技能 AD这边没有闪现 宝兰也是没有双招了 主要还是我个人觉得这一局 BLG有如此大的优势 但是也是 因为自己打得不错 闪现 想要留 但是 这个闪没留得住 iZRA还是比较的警觉的 BLG这边也没有闪现 凝王身上是有闪的这个位置 想要去抢 开启律师者 但是已经被打掉了 而且老牛非常及时给了个Q闪 阻止了凝王这一举动 那BLG拿到这条大龙之后 他们现在就不是优势了 而是胜势了 他们现在有大龙之后 有运营的主动权 就肃无忌惮 就推线根本拦不住 有一个最稳妥的打法 就对BLG来讲 就是打一三一分带 再看一下上一波的回放 炼金直接绕后 确实让IG没有任何的办法 阵型直接被冲散 Ethera的位置还想去拿红 但是刀妹直接进场 比一双刀晕到 配合大招 再闪现过去 胖面了 反而凯南的话 由于他出了这个装备的缘故 导致他大招 打到身上不痛不痒 一次大招没伤害 二次炼金肯定是要先到了 是的 他突然兵就直接是走过来 而凯南是TP 这个位置 标记是选择了41分带 骑血鬼一波绕后 但是好像没有被远见改造给看到 对 这一波Rookie的一波绕后 其实他找了一个位置还不错 是的 但是G2第一时间开大 老牛二连逼出了雪池 侧翼的话也不太赶上了 没有控制 奥拉夫只能被迫开出大招 后续炼金已经在人群当中 开始释放自己的毒气了 上路的话 刀妹也已经在推着一个高地塔 有点无瑕不及中上两路同时的一个进攻 IG 标记确实在这一局的处理来讲的话 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对 头续想要去点水晶的时候 看到一个状态还不错 血鬼先行作罢 这种感觉就有点像 就以情之道还止情之身的感觉 就上一局IG确实也是又依靠这种分带体系 拿下的比赛 那标记在阅读完这场比 就第二场比赛之后 也第三场迅速组出了一套 也是类似于分带体系的阵容 而且效果真的还不错 而且他们中期其实也比较主动的在野区 会求一些先手的团战 利用炼金流人这个强势点 包括刀妹吃到后进场 这个TP是终于用上 直接踢到中路来 来感谢 因为大龙buff还有一分半的时间 尽可能的想要把水晶给拿下来 IG现在面对裸水晶的情况下 是否要选择背水一战 因为现在的一个招式技能来看的话 凯南是有闪 吸血鬼是有闪的 但现在其实对于标记来说 威胁最大的就是Rookie这个吸血鬼了 是的 但如果吸血鬼找不到机会进场的话 其实后排没有什么生命为止 IG现在要需要找到标记的破绽 来帮助凯南以及吸血鬼来一个完美的进场 但是标记真的很稳 他们也不贪 我上中推完之后直接走 哪怕你下路是个罗水晶我也不推了 而且其实他们绕后的一些 最后视野做的还是比较足的 就篮区一直有睁眼 然后三郎那边也有做假眼 作为一个守护 就IG这个阵容的话 确实 主要他们的这个劣势还是被BLG给看穿了 对 就你看到BLG的打法思路就很明显 他就 我知道你IG的开团手段不足 那我就不停地打分带 不停地利用老牛也好 练金也好 来让你的凯南没法进场 又是一波梯 过来这个位置 来个赞金的打龙 对 这条风龙也是顺势拿下来 反观 对IG来讲 这一局如果想要 来扭转这样的颓势的话 这一波的团战是最重要的 因为BLG是没有大龙buff的这一波 就要看凯南以及吸血鬼的两个闪现的进场 是否能够秒掉BLG的西维尔 如果说能把西维尔秒掉的话 后续团战还有得打 正面主要是高地水晶 如果说这波没有打好的话 就会破三路 是的 兵线是完全守不了的 现在刀妹已经在上 把水晶点掉一半的血量了 怎么说 其他人的话也是在做一个牵制 下水晶也是被点掉一半的一个血量 上路的水晶要被拆掉了 刀妹也是不急 等下一波进 这一局一定就是两头都会被点掉 血鬼想进场 想要进 但是好像留不住人 一个一闪大招 火箭腰带能秒吗 感觉伤害不太够 这个链接是开除自己的大招的 那侧翼的话 宝石也是开除自己的大招 但是问题就太明显了 BLG根本都给你接团 后续的话 吸血鬼先手被秒 凯南开大也不太敢进场 那这样老牛再一个二连顶起凯南 三路被破的一个局面下 吸血鬼也是阵亡 然后IG这一局有一点难了 直接是 BLG直接目标就是水晶 也不跟你多说 我就是跟你拆塔 是的 还想再点人 老牛二连练进一个杯 杯回来宝石 宝石是被秒掉 那第二个门牙 箭腰疯狂的想摸一些伤害 但是 无能为力 过来闪现又是一个杯 还好有意志能逃回全水 但是后续的话 水晶已经被BLG点掉了 那么恭喜 是的 而且距离着AJ完成他的奔跑目标 又进了一步 又进了一步 值得期待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场上的实名选手 是的 确实标记今天在打满六局情况下面 战到最后一刻战胜了IG 我觉得他们值得这一份荣耀 没错 对于IG来讲的话 我觉得第三局来讲 他们的思路还是有点不是很清晰 尤其是上单凯的那个点 Duke他这一局并没有选择直接走 现在版本比较流行的 破败羊刀加飓风那一套 对 而是选择走了一个非常非常复古的 智慧默认家 最早那套 而且后续还被大家所遗弃的原因 就在于发现他真的是没有爆发伤害的 没有伤害也留不住人 对 那这一局其实IG主动的选择了一个阵型 就是打团是比较无敌的 辅助又补了一手宝石 但是没有让他们拿到这样的机会 是的 比较至于那一波 我觉得以前的下路转上是最灵性的 结束了凯南一直压制炼金 比较尴尬的一个局面 放弃掉了先去控下半区河道 或者是控风龙的想法 是的 这里我们的粉丝也是举了一个字幕 AJ正大广场剑 正大剑 这个确实 是不是上海会要来上海的粉丝 因为AJ之前说的是 如果他们能够在德鲁杯夺冠 是在正大广场去进行自己的跑步计划 没问题 我替AJ先这么答应着 但是还要看他明天的一个发挥 因为其实德鲁杯进行到现在 我们发现很多战队都在德鲁杯上面上演了一些 平时我们在常规赛里面见不到一些套路 没错 对 然后也都打得蛮有自己的想法的 甚至是 我觉得在德鲁杯上面看出来的一些一级的套路 并不比MS还差 就是大家都各显神通 那教练也都把什么压箱底的想法 也都在这个时间点能练的先拿来练一练 没有休息多长时间的调整能力 我觉得B2G是做得相当到位 也是希望IG不要气馁 毕竟还有夏季赛 希望他们继续努力 因为德鲁杯是作为两个赛季当中我们的一个 就是调记比 对 这更多的其实是为了选手的下一赛做基础做准备的 所以说这场比赛我觉得就IG其实他们在调记比赛里面 也有打出他们自己拥有的一个气势 是的 拿到甚至还很吸粉的在自己本身已经落后赛点局的情况下 拿出了像德来文这样的英雄 因此我觉得IG的锦银队员也都是值得这个掌声的 让我们看一下这场的一个MVP是给到了谁 MVP是给到Chifton 小球长的一个雷克赛确实表现非常亮眼 就在这不得不说的一点就是在整个B3看下来 两边打野的发挥都很不错 而且他始终如一的雷克赛也确实是到最后证明了自己 没错 今天的BLG确实是给了我们太多的惊喜 首先是面对EDG的情况下 他们是成功的2比1赢了EDG 那在今天的这一场决胜局 有一个去打冠军资格的一个情况下 也是2比1赢了IG 那能看到BLG确实在今天是有充足的准备的 我觉得各个位置都大显神偷 而且在沟通上面 我觉得他们也是做到了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点 并且在中期我们可以发现 几波其实双方打野的博弈 都是被对方好像心灵感应一样 大家都知道 就每一波可能在IG这边想要打一个2V1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其实就基本上就在旁边做一个反跟和一个蹲守 没错 我觉得得杯上面给我们展现出了有很多队伍不同的一个思路 但是BLG今天在第二场的BO3 选择了去提速 这是一个很好的决策 是的 而且今天的整个比赛看下来的话 也能看到BLG他们整体的发挥非常不错 这也有可能是什么 四个队友为了完成AJ的心愿 拼了是吗 拼了命了 也都期待他们明天的一个发挥吧 确实今天的比赛打到比较晚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赛果 好 今天的比赛三场的BO3已经是到此就 所以结束了 第一场RNG对阵IG的比赛是RNG2比1拿下了IG之后 BLG Gaming在坐镇EDG的围攻情况下也是2比1战胜了EDG 到最后一场比赛争夺冠军赛的一个门票的情况下 IG是1比2负于BLG Gaming之后 不要遗憾是拿到了一个第三 那明日的一个预告就是我们的总决赛是一场BO5 会在下午的4点钟为大家打响 就是RNG对阵BLG Gaming的一场设计教授 是的 我先预测一下 明天获胜的队伍 他的名字后面也并是G 好 首先我们排除法就是 应该他不是会没有G的队伍 然后其次应该会有5个人 没错 所以说还是比较期待明天比赛 一来是RNG在MSI刚独完怪就士气众望 其次的话是BLG今天是从败者组一路杀上来 所以说两支队伍都有非常充足的看点 而且RNG的话也确实是在第二轮的胜数当中 也是一路过关斩将 没错 先是赢下了RW 然后赢下了IG 然后赞到这个达到决赛的门票 所以这两个队伍的比赛应该会相当精彩 那我们明天的下午4点钟 依然是在这个美丽的场馆当中 跟大家不见不散 让我们明天见 拜拜 好的 欢迎来到我们赛号采访 首先要恭喜BLG获得了我们本场比赛的胜利 拿到了最后一张通往决赛的门票 好 那现在我们邀请到的是金角和AJ 来到我们的采访期 先跟大家打听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BillyBillySundan AmazingJ 外号虎风罗兰 大家好 我是BillyBillySundan 非常对不起 BillyBillyAD金角 好 欢迎二位 那我相信此时此刻 最激动的应该是AJ 是吗 因为我知道你离你的实现沉默 又进了一步 会不会觉得有些小紧张呢 我对RNG还是有点心心的 感觉有点难 感觉有点难 那我想问问金角 好 你们会为了他实现沉默 而付出所有的一切的努力吧 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很努力地 在办AJ完成这个承诺了 我也觉得你们在一直非常的努力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呢 因为我知道其实昨天 你们是一直在场馆 训练到非常非常晚的 那AJ今天能够打了 一连打了六场比赛 两个BO3接着打 有没有觉得到现在 非常非常的累呢 其实也还好 因为平常的训练赛也是这样打的 就有一点吧 就特别饿 因为我一天都没有吃饭 一天都没有吃饭 那一会儿赶紧结束了之后 可以好好地吃一顿 那接下来问问金角好了 其实我觉得金角 在上一个BO3打完之后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你的EZ 没有那么的自信 但是在似乎拿下那一场BO3之后 你在下一场BO3的第一局比赛拿到EZ 你似乎变得非常的自信了 是做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有人跟你说什么吗 主要我的打法就是比较偏稳的那种 我一般都不会去做等一脸的那种举动 因为比较怕出问题 所以还是稳重一点 觉得应该稳一点打 不过这样的一个AD的打法呢 可能也是蛮适合现在的Bilibili Gaming 那下一个问题要问到的是AJ 因为你今天也是拿到了上单萌多嘛 而上单萌多也是你在得杯多次使用的英雄 你觉得在什么时候使用上单萌多 会比较好的 上单萌多最近改成了嘛 它的特性就是先上抗压王 这个Q都跟EZ一样 抗压的时候特别好用 但还有一点就对面AD出那种 什么EZ金那种AD的时候 萌多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在这一次的得杯当中呢 也是看到了很多的黑科技 那下一个问题还是问AJ好了 因为刚刚的那一波团战 我觉得你的炼金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勇猛 尤其是在17分钟 你闪现杯对方的吸血鬼的那一波 当时为什么会这么果断冲进人群当中 去闪现杯走他们的C位呢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队友跟敌队五个人都在嘛 那个时候是炼金的被动发挥的完美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不能送 因为现在炼金的被动打团特别猛 所以找到那个很完美的智慧就直接冲了 嗯 那其实自态也是一个炼金的熟练掌握者 你觉得明天跟自态对线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嗯 因为我们昨天也跟RNG打过训练赛嘛 所以我感觉还可以吧 觉得还可以 那我还是很期待明天的决赛了 下一个问题问到金脚好了 下一个问题问到金脚好了 因为你们现在是在败者组一穿三 觉得现在感觉如何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开心 嗯 感觉就跟很早之前就进S6那种感觉差不多吧 嗯 那我是期待你们明天会有个更好的感觉和表现 最后一个问题问到AJ好了 因为明天将会对上RNG 你怎么看待明天的对决呢 因为我记得一年前嘛 打得杯我们也是遗传了很多 最后输给了RNG 希望其实可以复仇 哇 那我期待明天你们看有什么样的发挥 能不能报仇了 那接下来的问题呢 是来自我们的英雄联盟的官方微博的粉丝提问 如果大家有喜欢的问题 或者想问到选手的问题 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英雄联盟的官方微博 下面提供你的问题 下一个问题是问到金脚的 这位粉丝名字叫做 NSLDHNWSMCBD 这名字脸长 他的问题是 AJ的香港普通话和小东北的普通话 哪个令你窒息一些 我觉得小东北的吧 小东北有时候 说着说着就感觉他的普通话很奇怪 真的吗 可是小东北今天在宣传片里说 觉得他的普通话是正宗的普通话 那下一个问题也是问到金脚的 名字叫做乐观就完事了 我爱BLG 他想问你还减肥不减肥 对问你 我好像一直都没有减肥 已经没有减肥了 我觉得佛系减肥还挺好的 身体健康就比较重要一点 下一个问题是问到AJ的 来自英雄联盟官方微博的粉丝名叫 Maino Zhang 他想问你 为什么这么自信这么帅呢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什么就是这么帅就是这么自信 好了那也是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采访嘉宾 谢谢你们可以上手的休息一下 谢谢